小朋友们载歌载舞为新竹国小欢庆120年校庆 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校友都一起回到母校 共同欢唱生日快乐歌 新竹国小历年来陪丽出不少杰出校友 这次有校友特别从日本飞回来 致赠千万日币给母校 还有知名的运动员季正 也是新竹国小的毕业校友之一 这次都盛装出席为新竹国小请生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要恭贺母校新竹国小 120岁的生日快乐 原本是新竹第一公学校的新竹国小 创校至今已经有120年历史 校方以多元文化 环境保护 历史步伐 创意学习及感恩习服的学习图像 作为校庆主轴 也兢兢业业希望完美呈现新竹国小的教学成果 与光荣历史 举办校庆的心情是十分的雀跃又期待 因为我们在传统中要追求创新 在创新中要又有追寻意义 那在时代的意义里面 双甲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思考了很多 包含现代的AR VR 包含图书馆 包含环保议题 包含孩子的心情 那整个都是以学习为目的的校庆去做筹费的 新竹市教育处长李芳玲 也出席这场盛事 并中心祝福新竹国校 迈向下一个杰出的120年 今天很高兴代表市政府 来参加我们新竹国校120周年的一个校庆活动 那看到我们学生 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在学校老师的一个指导之下 很快乐的成长 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校友 还有我们毕业的日本的一个校友 也捐赠了一个很多的一个资源 来协助学校充实发展学校建设 那我们期待新竹国校 未来120年能够再飞越 新竹国校喜事连连 全新的秘密花园图书馆 也举办街牌典礼 将过去传统的植本图书馆 进化到数位阅读 同时也展出学校珍贵校史文物 让老中青三代校友回味无穷 台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